西云大师 他怎么看金刚金 我觉得我在讲到这里 我就觉得 看很多的注解版 这个版那个版 西云大师的讲金刚金讲话 讲了很多让我们理解的地方 我觉得师父用这个四个核心 真的讲到了最精华的 也就是说 西云大师讲成就的秘诀 成就成就什么 成就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成佛就对了 的秘诀 秘诀在哪里 就是那个波瑞 波瑞在哪里 就在以下这四点 以下这四点是什么 无相布施 它是无限的功德 因为无相才能 无所不相的广形布施 所以你可以发现 西云大师给 他给出了 你想都想不到 他从佛学院给同学读书 免费 办出了一个佛学院 他为了给人方便 他学生这个地方不够 弄一个大杯殿 让学生有一个殿堂 给出了大杯殿 他为了让信众有的吃 有的住 有了马祖园 有了这个朝山会馆 慢慢有了佛光山 他为了给大家方便 有三百家的道场 多少的学校 各位 当他一直给给给 给到无量无边 你会发现 他无限的功德 完全无相布施 因为他也没有去在意 他只有想到说 我还能为你服务什么 我还能够给你什么 我觉得这是大师身上 我看到最了不起 他真的叫 心包太虚的 那种无相 无所不相的智慧 无雄不相的 这种布施的功德力 那无我度众 无上的慈悲 无我才能超越人我 所以你可以看到 幸运大师他自己 从来不在意 别人对他掌声虚声 多少人给他攻击也好 多少人给他崇拜也好 他都不以为意 他才能够超越这一切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广行菩萨道 他的心中就那么样的自在 有一次我到法堂 看到他在跟慧言法师说 那个鱼儿 鱼池的那个鱼啊 有没有 不要再给他喂 那个已经太胖了 鱼太胖了 然后呢 等一下 慧言啊 那个鸟儿啊 有没有给他吃啊 记得啊 我心想 哇 堂堂的星云大师 还在照顾连佛光山的鱼儿 吃太肥了 然后鸟儿太瘦 要不要再多吃一点 我就觉得 他的心中的世界 是那么样的平等 我觉得真的是 我们真的能跟随 慧言大师学佛 真的是 无比的幸福 然后大师是 无助生活 真正的自在 你会发现到 真的呢 你会发现 我们星云大师 到哪里 就是我回家 我回来了 回到美国 我回家了 我回到日本 我回家了 我回到大陆 我回家了 我回到台湾 所以哪里是家 处处是家 无助才能 无所不在 不受时空的局限 处处海阔天空 是一种真正的自由 然后无德而修 无德就 你就没有所 我有德失心 我有德 我就怕失去 你没有所谓的无德 你就不落入 那个所谓的德失当中 所以你就能 不经不步不畏 处处是道场 成佛就在人间 我要讲一段 在星云大师 成就的秘诀 有一段 在107页 无助身心这一段 这一段为什么有机会 你说这本书最核心 我偷偷告诉你们 107到108 这一段 尤其在108 这个最核心的一段话 师父他就说 什么无助身心 他在 你看 在1949年 师父是在兵荒马乱当中 从大陆来到台湾 他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 他一个木鸡 一双木鸡穿了两年 然后连到这底都建 鞋子的底都建地了 那他一个短挂穿了两三年 当时呢 一张纸 一支笔 写文章 都没有这样的条件 那别人就看他很可怜 他说他不觉得 他不觉得 因为呢 他说我也不觉得感到贫穷 也不觉得痛苦 那时候心里头非常的充实 他觉得非常的富裕 因为他说 天地与我同在 我敞扬在天地之间 云云众生 都是我的朋友 好 我看到这一段 我好感动 为什么心云大师在那个时候 会感觉到那么自在 师父说我要感谢的是佛法 因为波瑞的空性让我知道 觉得这一切 都是我跟山河大地 融回一体 与诸佛菩萨 同感相应 在波瑞的空性当中 我拥有了三千大千世界 我们每一个人 实在每一个人都不应该孤单 一点也不贫穷 他说情缘跟物质 都会有它的生命 人生真正的富裕 是内在 是精神上的充实 这是没有办法用钱买得到的 也没有办法 让别人来替我们修行 所以要靠我们悟得这个佛法 所以我们每一句话 去悟去参 悟到的就是你的 在生活当中去实践 去印证 所以师父说坚持的金刚心 是波瑞的空性 是菩提的本心 发菩提心 实践于现世的人间 这就是人间佛教 也就是无相不失 无我度众 无助生活 无德而修 这个是这部金刚经的 最核心的重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